我們今天是來露營的 但是今天是颱風天 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的天氣其實不是非常的好 我覺得已經算不錯了 因為颱風天通常要風雨交加 我們算是天公之職的 阿今天一樣 老弱婦孺團隊我們再次出發 我們不會被App 頻道 去封殺 我們現在這個營區是三峽的想靜靜 然後我們訂的是萌萌包 一個晚上三千六 然後可以四個人住 其實我覺得一進來 我自己是覺得環境還不錯 就是包括大門啊 然後應接的人員 然後跟我看他的環境 我目前是覺得還不錯 先給大家看一下他這個客廳帳 他其實就是放了一張桌子跟幾張椅子 就是變成你們的一個小客廳的概念啦 然後吃飯啊 煮東西都是在這邊 帳篷裡面是不能吃東西的 然後我覺得還不錯的是 他有附置的卡式爐 可是你們要自己帶瓦斯罐 然後那裡有吸收台 垃圾桶都有 給大家看一下今天颱風天 哇 都是水 好 我們現在走進來萌萌包裡面了 我覺得以四個人來說空間算很大 對 很高 我錄影最喜歡這種 人家幫我把房間都弄好 露營可以吹冷氣真的是一大享受 對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萌萌包裡面的配置 它就是兩張大床 兩張雙人床 而且你不用躺地板 它這個是有床墊 還蠻舒服 蠻軟的 這邊有簡單的茶水的東西 然後它有附毛巾跟籃子 這個籃子就是等一下洗澡要用的 這邊還有一張桌子跟兩張小椅子 就是可能想要坐在這邊聊天什麼的也OK 開網美照的時候很好用 然後再來是它的帳篷是會有點發霉 可是我覺得難免 因為它就長期曝曬在外面 欸 不好意思 想要我幫大家開網美燈嗎 想要 小呼 給大家看一下 很漂亮欸 晚上再來一杯啤酒什麼的 晚上應該會蠻浪漫的 它有這個空氣清淨機 讚 對 我想問說它真的是 忘記中嗎 它換了然後沒有帶走嗎 好像是喔 證明它有換啊 那我們先扣10分 但是證明 它有換 再加10分 它要被吹走了 啊 外面的東西都要被吹走了 拿鐵翻了 拿鐵被風吹翻了 快去救拿鐵 現在我要帶大家去看一下 他們這邊的廁所 走下樓梯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他們的廁所 這個是南廁 差點走進去 它的廁所其實不算是乾淨 但是也知道它是有打掃過的 如果你是有潔癖的人 你可能會有點沒辦法接受 因為它是有一個味道 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 它還是算乾淨的 就是你看得出來它是有打掃過的 這牆上都會有一些 小動物 好可愛喔 這很漂亮欸 現在走進來洗澡的地方 給大家看一下 哇 它的配置就跟廁所很像啦 然後它裡面就是有蓮蓬頭這樣子 空間不算小我覺得 洗完澡出來這邊就會有一面 大鏡子 這邊是有附吹風機的喔 幫大家試試看 幫大家試試看那個風大不大 喔 蠻大的 蠻大的 OK 洗澡的外面這邊有放兩大台冰箱 就是如果你有帶食材來 需要冰的話 這邊是有附冰箱可以讓你冰的 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園區裡面有一條這個 不知道算溪谷還是什麼的 很漂亮 我覺得這個如果天氣好來的話 一定會很漂亮 我看有人在裡面玩水欸 看平溫 但現在是不可能啦 現在是不可能啦 其實滿壯觀的欸 但現在大家收音可能會聽不太清楚我在講什麼 不過大家就是可能要見諒一下 我們的帳篷在這邊 它上廁所的地方在這邊 然後洗澡的地方在這邊 所以其實都不算遠 來這邊可以很放鬆欸 因為你看滿山滿谷全部都是綠葉 快點回來 我要做糖餅了 來來來 我們來了 我們現在要來放入酵母粉 它要先融於水中 180度的溫水 放麵粉進去給它揉成團 因為它都是調好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量什麼東西 揉好之後要等5到10分鐘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包那個內餡 倒進去糖粉啦 它是粉喔 對 它是糖粉 你有去韓國你沒有吃嗎 我沒有吃這個 那時候出爐就裡面的餡是融化那種礁場的感覺 答對 真的 我想說這裡很空曠沒有人啊 我們這一次是買CJ Foods 韓式DIY糖餅 我跟你講它的精髓就是要壓 因為你去韓國看到阿豬嗎 你有沒有看過 它拿那個一鐵的 煎熟之後它裡面會變成有點水狀的感覺 它會融化 好吃 因為它的餡料是有那個花生顆粒 對 有一些堅果 但是泡肉櫃的人可能會有點害怕 啊你們自己就是不要把皮用太厚 不然會有點皮太厚的感覺 然後我要來做第二道菜 因為他們一直搖八叉 真的很可怕 欸真的蠻餓的 因為我們都還沒有吃飯 現在已經四點了 第二 我跟你講 我們這一次就是韓到底 所以第二個我要做 辣炒年糕 這次的年糕超特別 因為不是一般傳統的那種 因為我們家的是清淨源的 義式番茄奶子醬 因為這前陣子在韓國很紅 你們知道嗎 我不知道欸 我沒辦法跟你講啦 我沒辦法跟你講那些 我等一下做出來吃你就知道了 好 為什麼辣炒年糕的辣場 不是切片 欸 因為錄影 不要一直這樣子計較 這也是流行嗎 韓國有流行這種形狀的是不是 我剛才直接在塑膠袋這樣撥撥撥撥 它這個醬也可以稱為玫瑰醬或粉紅醬 很香 它其實就是義大利麵番茄的那種味道 我們自己是有用一些蔥啊香腸來調味這道料理 也可以依照你們自己喜歡的口味去做調整 加入我們的靈魂年糕下去了 OK 然後蓋蓋子你也不用理它 讓它自己吃 完成了 還加了一點起司 讓它有這種牽絲的感覺 快點 下午茶時間一鹹一甜 剛剛好 你看我們這群餓食鬼 我們真的好餓喔 我們餓食鬼 你看 好好吃喔 真的好好吃欸 你說我是不是廚首 這麼感覺比大家還好吃啊 我們現在要來吃海苔脆皮黑森林蛋糕 它很像台灣有包麻糬的那種 不可能 不可能 可是胃皮 它裡面沒有麻糬 它就是兩層海綿蛋糕 它吃起來就是蛋糕的口感啦 對 然後我在家會把它拿去烤箱烤來吃 很讚 給大家看一下它中間是有一層醬的 巧克力 一層 我們可以開很多個 我們不用一個五個人分 真的不用 有沒有 真的對不對 還真的不可能 剛才是不可能 你忘了到後製在這裡一模一樣 現在外面下著大雨 我們馬上來做晚餐了 總共有三道料理 來分配 我現在分配 我想一下它們誰適合什麼 Miffy給它起司Kimchi牛 NO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海鮮鍋 它是嗎 我不會不會適合坐在那裡 沒有 海鮮豆腐鍋給Miffy 好 飯糰 我也覺得飯糰它可以 為什麼 它用Kimchi牛肉捲 Kimchi起司牛肉捲 給它 那我就是你們的助手 有任何問題都可以 換什麼助手啊 那你要跟我換嗎 我也可以當指揮的啊 好啊 那我 你是怎麼 我跟你換 為什麼他們要一直質疑我 沒有啊 沒有啊 到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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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齁 對 還要嗎 夠了夠了 夠了夠了 不用不用不用 夠了夠了 不用不用不用 不要 阿你怎麼那麼客難啊 在椅子上坐 因為那邊已經很擁擠了 現在每個人都有在自己的路上走喔 我要來煎牛肉了 Kimchi起司牛 Kimchi起司牛 Kimchi不用慕 阿廷的牛肉捲 我們是用韓國正安的Kimchi Kimchi 它是禁納Kimchi 加入起司 對 利用它的餘溫讓它的錫子去融化就好了 太多Kimchi了 你知道也不用怕它不會手有的沒的 完成 大家好 我是飯捲煮的 好啊 來來來 剛剛的白飯呢 就加了一點鮪魚跟玉米罐頭的玉米 是的 再來它的精髓就是這個 海苔 對 它是CJ Bibigol的韓式海苔 上面那個是我老公 它的麻油味超級香 然後帶一點點鹹味 天生就是要拿來做飯糰 哈哈哈 加加加加加加 熊扒來 灑入我們的海苔 大量的灑入 我覺得這海鮮豆腐煮得很混 很混 這個人喔 他把東西放下去之後 就一直擠一頭 我在處理工作的是 哈哈哈 今天的料理就是我們篩選過 超級適合路 千萬你這個飯糰是怎樣 沒有大三百倍啊 我跟你講這個大的就是我要吃的 啊等一下還有中的還有小的 自己可以選自己想要的尺寸 我看到 我看到 它的飯糰真的很誇張啦 但不用全都來帶欸 太扯了啦 而且我跟你講它會吃三顆 你姐真的很幽默 海鮮豆腐鍋就是準備這種 清淨圓的海鮮豆腐鍋 講到就是倒進去 很方便 一鍋料理啦 直接倒 清淨圓這個好像是韓國家喻戶曉的知名品牌 然後因為我們五個人 所以我倒了兩包的這樣 來飯糰煮的 飯糰好了 飯糰好了 看起來很好吃欸 我剛剛其實試吃了一顆很好吃 我剛剛那兩顆我真的是不敢要 這我的啊 喔你的好抱歉抱歉 放入我們帶來的海鮮 海鮮豆腐鍋一定要有蛤蜊 對 它是體味的 沒有為什麼 因為我愛吃蛤蜊 哇 很適合 海鮮豆腐鍋 海鮮豆腐鍋 真的嗎 欸我真的很會分人欸 你做得很好 雖然你都在滑手機 這一鍋是我做的 我是 KOREA KOREA GIRL KOREA GIRL KOREA GIRL 很好喝對不對 很好喝欸 很好喝欸 好含喔 很好喝欸 真的很好喝欸 真的很好喝欸 真的假的 給大家看一下 好讚喔 準備開吃 你們有什麼問題 有嗎 有問題嗎 做最後一道菜 然後因為最後一道菜我沒有分配好 所以他們一直在那邊叽叽喳喳 我就說我是最重要的 對 我就說我是最重要的 對 我就說我是最重要的 我從頭笑到我欸 我們 你只要這樣麻麻麻麻麻 一個轉身看到 一定會笑 你們不覺得用這種杯子吃 真的很有錄影的感覺嗎 然後看著它這樣子冒煙 給大家看一下 試菜一湯 也是一樣跟下午茶一樣的速度 大概40分鐘完成 我剛剛其實有胃痛 然後Mifi有找到胃藥 他說我吃完這個胃藥 我要大開殺戒了 我要把東西都吃完 重點 他已經吃很多了 東西 反正他吃的 露營一定要的就是 熱可可啦 熱茶啦 熱奶茶 吃飽飯了 來收拾 我們家一律都是男生洗碗 來你們姐妹倆 拿著菜籃要去哪兒啊 拿著菜籃 拿著菜籃 相機跟著你們一起著 你們洗到哪兒 偷到哪兒 我就拍到哪兒 跟全程喔 對 跟全程走 要落縮時嗎 今天我們李姊跟阿婷沒有要住在這邊 他們現在要先回家了 再見 嗨 你們兩個在路上不要吵架喔 知道嗎 貴妃出獄了 喜歡找回來了 怎麼樣 我覺得它那個環境很不錯耶 應該說那是我洗過露營場 就是外面的最好的 那我們就準備洗漱一下 來睡覺囉 好不好 很早睡 欸 可是我剛才走出來 我覺得它這裡的環境真的很不錯 就是外面都會有燈啊 然後很浪漫的感覺 對對對 美妝不足的就是 缺一個男伴 很難辦 那邊有 去那邊哪 欸 那邊 就別這樣拿 因為我洗完澡 我會去隔壁站那邊睡 那今天晚上你們兩個睡 好 再見 那我們就明天早上再跟大家見 大家晚安 大早安 大早安 隔天了 現在是早上的10點左右 我們要來吃早餐了 天氣超級好 其實我覺得睡蠻好的耶 對 我覺得它床墊蠻好睡了 然後聰明鳥叫我覺得這都正常 只是它吸水聲有一點點大 早餐我們就很方便 也是很寒 人參雞直接寒到隔天來 一個是瞬衣奶奶的人參雞 一個是郝武春的人參雞 我覺得你們就可以自己挑 這個對我來講 人參味比較重 比較有韓國那種味道 這個是如果你怕人參味 可能小朋友會比較喜歡的 重點是我覺得兩個都很方便 是它可以室溫保存 兩個料理方式都一樣 就是直接丟進去開火 會嗎 會啊 滾了就可以吃了 然後它很還原韓國的味道 最後再跟大家推薦兩款 是伊勃勃米的嬰兒米餅 跟無調味海苔片 這兩款它的成分都很單純 然後這個海苔片 它沒有加鹽也沒有加油 都很適合小朋友吃 對 給大家看一下它人參雞裡面 就是放了很多的糯米 怎麼了 它早會不會太heavy 不會 韓國人早餐都這樣吃 老闆 1到10分 1 2 3 6分 其實我覺得它是帳篷環境 讓我覺得有一點點 扣分 對因為它發霉真的太多了 但是我覺得它的戶外環境都很好 就是它的廁所浴室 跟它的整體環境感受 我都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懶人露營最主要就是 很適合 那它的洗澡的地方真的很值得推薦 因為它 就是第一個很乾淨之外 它熱水很熱 對這很重要 這真的很重要 來總結一下有什麼要戴的 你怕吵的話 你一定要戴耳塞 因為它這邊就是那個 吸一流的聲音 晚上很大聲 對 那我自己是覺得蠻好睡的 然後跟旁邊的帳篷 其實他們講話 如果太大聲你也是聽得到 對 耳塞、外套、拖鞋、眼罩 我覺得都要戴 反文衣 對最重要的反文衣 對